记者李新芳台北报道 因应中国寄出对台31项措施 新政院今天中午由政院副院长施俊吉律相关部会政府首长召开 记者会宣布壮大台湾无谓挑战 对台31项措施之因应策略 施俊吉在结论中指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自由民主法治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也是我们的优势 更是两岸最大的差异 政府会致力维护经济的自由开放 以及保障人权的生活方式 因为我们相信人才只有在自由开放的环境中 才能充分发挥其能量 施俊吉说两岸之交流及合作应立基于对等互惠 两岸事务均应寻双方协商程序 方能确实保障两岸人民权益 他宣布陆委会将成立长期性专案小组 针对中国对台相关措施持续进行追踪与研习 并定期向社会进行说明 他表示中国应对我国附中之企业与个人 保障其投资权益 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人身自由 也提醒国人履居在外 要注意各国在政治制度 社会环境中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及风险 施俊吉表示 在国际竞争中 人才的跨国移动 企业的全球布局都是必然的趋势 对所有国家来说 这是冲击也是机会 我们应该善用优势 自信面对积极行动 也请国人团结一致 壮大台湾 无谓挑战